就是葛萊姨 詹萊姨 詹萊姨 因為他們先進行這個文章要求賴當中 今天要和黨人現在在大陸上 不管我的老朋友 這個Bonnie 葛萊姨 或者是Tom 柯慶生 或者是Jessica 他們提到的這個文章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不管美方官方到 這些學術單位 智庫 大家的看法都是 不贊成台獨 不支持台獨 而偏偏我們這次民進黨 又提出來的是台獨的 今孫 台獨的工作者 賴清德 這才引起 所有的 國際人士的關切 我應該說 所有的文章其實都是關切 這一位台獨今孫 這一位台獨工作者到底對整個 國際局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才是我們大家 應該要認真思考 認真關心的一個問題 那侯正寧內部說 這個誤管狀況不好 然後接下來黨政府會怎麼樣來 協助抽出資源 我想這一次 我們一定會創下 有史以來 花費最少的選舉 那我們靠的是 所有我們基層幹部們 大家的重行重義 我們靠的是情義兩個字 就像昨天我們在彰化這一場 就是彰化在王縣長帶領之下 我們這些地方基層幹部自動自發 我們沒有花任何一塊 集權總共中央的錢 而是靠大家的努力 一樣的我們前天在宜蘭也是如此 那在參加我們各地方 也都是我們地方同志們 地方支持者們自動自發 大家情意相挺 所以我們國民黨這一次是靠情義來選 這是我們最重要 這一次是團結大家共同努力 希望政黨輪替讓台灣更好這樣的決心